HELLO, HI 我開始操車了 其實都很久沒有認真過操車 近一兩個星期日的早上都會早點進來 就開新輪胎 陪茂福一起操車 為什麼要開新輪胎呢? 因為舊輪胎是不能試車的 只可以拿來玩 通常三、五轉之後 那條輪胎都沒有什麼狀態 所以拿來試設定是沒什麼用的 當然你也可以用來做設定 但是當你放新輪胎進去的時候 那個設定應該是不對的 所以開一套新輪胎 認真地試車操車是很重要的 不用開很多的 因為我們這樣玩 每個星期日約在一起 同時間一起開新輪胎 一起下輪胎 那些轉數、那些輪胎的新舊度 大家差不多 幾乎是你走一轉我走一轉 起碼你不會覺得是輪胎有問題 你不夠人快 或者你比人快 很明顯就是你的車架設定 對不對 起碼那個變數會少一樣 如果不是 你用新輪胎 真的快一點 我輪胎不夠你 新輪胎真的慢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跟輪胎有關呢? 有時候不關的 因為有時候 舊輪胎 設定又不適合 舊輪胎又不適合 舊輪胎又不適合 那當然不適合你 新輪胎又中設定 那當然是聰明 你用舊輪胎來設定 行不行 不過你一換新輪胎 可能因為 新輪胎會咬一些 那你輪胎可能會突然變過轉 或者突然變好推頭 嘩 那之類 那都是新輪胎落地為準 就會好一點 我的意見是這樣 所以 一早早走進來 就開胎 那開胎有什麼做呢? 之前講車輪胎都講過一下 首先 弄乾淨的輪胎 接著呢 就按一下它 逼一下輪胎 看看它有沒有爆 現在那些輪胎 弄完後 可能會有少少爆厚 看到嗎? 像這些位置 簡直是 看到裡面 白色輪胎還是輪胎 本來它是黏好了 我便找些硬物 硬一硬 它又不用太大力 硬爛了 但看看硬不硬到邊 如果硬了一條邊 就硬了它 再下膠水 這樣就會穩陣一點 因為它有時候 始終MASS PRODUCTION 它裡面 可能沒有黏得很好 也有時候 連膠水都在裡面 亦都會試過 我不是說TEN POWER試胎 TEN POWER試胎 我暫時都沒有遇到這些情況 但是 某一些控制胎 你一天黏幾條 就黏得很好心機 你一天黏幾百條 難道跟你一條一條擦乾淨 乾淨清潔 然後慢慢抖好 一條輪胎 再上輪胎 再上膠水 不可能 通常拿著輪胎 就滑進去 你就有機會有些參差 以前舊款 即是一年半載前 那些輪胎都OK 很少會爆胎 但是近期不知道它是否換了 一些輪胎 還是換了膠水 還是什麼原因 就是多了機會 會容易爆胎 又可能那些輪胎轉了物料之類 我都不清楚 不過 自己跟足那條輪胎 有沒有破爛 有沒有爆補 再補上膠水 才開始磨胎 首先 剪掉水口 我喜歡普通剪掉它便算了 因為如果這樣磨胎 如果水口太厚 其實磨很久 如果很厲害 你可以先剪後毛 這些Teen Power 屎胎是OK的 我通常都是輕輕撿一撿 剪一剪邊 有些人就用推跑 推了它 我比較喜歡容易控制 我喜歡用剪鉗 專門剪膠的剪鉗 會比較容易處理骨 中間的骨 先剪掉它 剪完骨 然後又推下去 推得很快 有時候膠水硬了 放得很久 之類 看看能否推開這條輪胎 推不開這條輪胎便可以了 如果你能推開這條輪胎 你便會補上膠水 不用太大力 用陰陰力 輕輕推一推 推足一個圈 看看有沒有膠水爆 裏面不需要太大力 可以再小力一點 因為很少會裏面會爆 除非它沒有膠水 只會用膠水 只會用膠水 貼到一下 或者是 幾乎只貼面 沒有膠水 其實很少會爆 當然不要只貼面 撕開膠水 當然是撕開膠水 當然是撕開膠水 就最穩妥 但是裏面是相對地 沒有那麼容易爆胎 通常爆胎 當然是外面爆 有時候爆胎 會碰撞 你會碰撞 你會上膠水 其實上膠水 都很容易爆胎 或者車子打兩個關斗 會撞到一些邊 會很容易爆胎 會很容易爆胎 又提提大家 剪輪胎骨 這條邊 如果你用一些 剪膠磚 剪鉗 有一件事要小心 當你剪輪胎骨 盡量讓鉗在胎面平放 不要向斜刺 因為向斜刺 是有機會令到 剪輪胎的面 是會癌痰痰痰的 其實輕輕放平 剪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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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然你是很斜 很大力地壓下去 你是有機會剪爛 知道嗎 所以慢慢放平 剪輪胎 剪輪胎 或者如果你感覺到 還有很多水口 剪多一圈 基本上我剪一圈 就可以了 然後一邊剪下去 千萬不要這樣斜刺 因為這樣會剪掉 因為通常這些剪鉗都很尖 所以頭部會剪爛 有機會 用膠水來補回 膠水來調避 肝水來調避 在洋水來調避 你会 所詮 東 הפ